開什麼車不是重點 帥就好 好 帥 雙門 讚 載不下人 讚 不會有人搭你的車 喔沒有我車只有兩人坐 後面那個椅子我直接把他拆掉 歡迎來到 中古澤的補充 腳好痠 腳很痠 我們剛剛坐高鐵來 剛剛睡到一半然後 你突然叫我 整年的時候已經要下站了 你是不是又嚇一跳 我嚇一跳 好我們現在在台北車站 我們來台北呢 要來鋪一台 很久沒有收到的車子 是一直都沒有收過 所以是第一次收 他有看過 有看過 要來看一台2015年的野馬 哇野馬 2.3的啦 不是5.0 然後這台呢 他是全台限量50台的50周年紀念版 同一講50周年差在哪裡 差沒什麼東西啦 現場在跟大家講 好 然後他這個顏色是比較偏向 酒紅色的 這個是原廠的顏色嗎 對啊原廠的顏色 酒紅色 然後再來目前跑了8萬多公里 至今現在7年車嘛 算 正常 正常 我覺得算 跑的算少 市面上外匯野馬很多 而且跑了10萬的也是蠻多 然後這台車我覺得 15年跑8萬多不算多啦 這個野馬 最近好像價格好像有浮動 浮動是什麼意思 你說漲喔 就是 變貴 可能比往常再過一點點 但是沒有漲得很誇張 漲幅大概是多少啊 漲幅好像幾萬塊而已 幾萬塊也是漲 好 你可以換成另外一個解剖 就是他沒有掉 你說過了這麼久的時間就 價格沒有降 對 但是他新車也是不便宜 新車也要190幾萬 正常在收的行情 因為50周年跟一般版本 其實沒有落差很大 那所以價格其實差不多都是在90上限 15年的價格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先坐捷運 到士林 然後我們再坐計程車到克蘭 今天是一場應戰 等一下可能要麻煩你先坐高鐵回去 為什麼 因為我到晚上8點還會在台北 你今天是不是要哭很多台車 對啊 今天你放假 我不能耽擱你太多時間 好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 OK 那我們真的很缺車 一定高駕收購你的愛車 等你喔 為什麼拿出氣磨椅 因為這車我不熟 當不熟的時候就是要請出氣磨椅 很少看你拿出來 我不懂 然後 這邊有公差 他這個 原廠的公差 他這邊已經調過了 這個比較明顯 這個沒關係 因為這個 野馬原廠都這樣 對對對 然後這邊也有公差 對 因為他這個裝就裝不好 我們都沒有弄 我們都沒有弄 我回去的話引擎蓋會烤漆 因為他這個 對對對 那個我有跟你講過了 對這個有 比較明顯 對對對 然後 輪框的話 右後會烤 其他的沒有像右後這麼明顯 你們當初那個50周年啊 他新車駕駛有加嗎 有 有 新車的話 是 弄好快 兩百 兩百零幾萬 兩百零幾萬 對 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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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起來怎麼樣 屁屁亮亮的 沒錯 通風椅啊 這山上的 太陽 不是一般的太陽 你知道什麼山上太陽不一般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離太陽更近 就說 哈哈哈哈 好的 來 介紹一下這台 2015年的 野馬 英文怎麼唸 Mustang Mustang 沒有錯 Mustang 它是2.3的引擎 這一台野馬呢 它是 比較 特殊一點 它是 限量50台的 50周年 今年 當初的新車定價是 190萬8千 因為在 50周年出來的時候 一般版本有降價 降到了 186萬 等於50周年 多了它4萬塊 50周年差在哪裡 就是 第一個是水箱護照 那個LOGO 水箱護照的LOGO 就是那隻馬 旁邊還有一個框框 圍著它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車尾分辨總代理跟外匯 就是它是 總代理的話它是有一個圓圈 LOGO是在圓圈裡面 但是外匯的話就沒有那個圓圈 就剩那隻馬 對就剩那隻馬 奔放的野馬 對沒有錯 奔放的野馬 從國外流浪到台灣的 然後 50周年的話就是你總代理的野馬 就是圈圈裡面嘛 它在底下又有多一個50 year 50年的字樣 對 基本上外觀就是 插前後的mark 前面的水箱護照 跟後面的mark 那裡面有插嗎 裡面有插 裡面的話基本上 我們附駕前面的那個名牌 降格轉 也是有50周年 再來的話呢就是 一倍有野馬的LOGO 野馬的LOGO下面有 那個50周年的字樣 我覺得好看 但是你坐上去就看不到 然後 我現在用我的背感受那個LOGO 用你的背感受LOGO 對啊它就凸凸的啊 很像在摸點字啊 那再來的話呢 就沒什麼差別了 就這樣 對基本上沒什麼差別 就是個外觀套件的感覺 對 等一下這樣子多4萬塊 那其實蠻值得的吧 你花了4萬塊告訴大家 林北這台50台 我限量50台 對 你有嗎 你沒有 基本上在路上看到的那些紅色 就是比較偏向大紅 大紅豆 就是 不是啦 就是比 就是比這個紅色還要再淺的紅 我剛開始以為這個是混凍馬山的那個紅 但它又沒有像它這麼的亮 有一點類似齁 有一點類似但是它沒有像馬自達的混凍紅是亮亮 它這個比較沉穩 我一開始看到照片想說 喔這個就紅色了 沒有去想太多 剛剛下車看之後 在200公尺處 這個紅 向左轉 很好看耶 看到實車真的是 真的實車真的很好看 有點被燒到 耶馬基本上幾乎每一台野馬 向左轉 它的新車都有紅茶 對那所以它都會做一些調整 你說板件的公差嗎 沒有錯 它不就跟特斯拉一樣 沒有錯 那我先跟你們說一下 這台車有調整過的地方就是 左前的葉子板的第一顆螺絲 有套過的痕跡 那個就是調整 對那有條碼也在 內裡的顏色也是對的 那剩下的螺絲都沒有轉動的痕跡 確定是原板件 然後再來就是 後車廂 因為福特有一些車子 後車廂比如說我們打開來 它是上面後車廂會有螺絲 那它這個底下那個座呢 它是固定在後面的葉子板 它以正後方去看的話 右邊底下的那兩顆螺絲 有去做調整 左邊就沒有了 左邊就沒有了 所以我可以很確定它是原板件 而且你還剛剛有打氣摩椅嗎 沒有錯 都OK嗎 原漆 客人也保證沒有烤過漆 對但是回來我們可能未烤漆 可是因為它引擎蓋就要做漆 那個邊邊角角嗎 對對對 它那個是被小心刮到 它那個就很像就是石頭打到 因為邊邊是很脆弱 所以不知道怎麼弄那麼大片 我剛剛看到了四個小地方 蠻明顯的 那我們回去的話就是做烤漆 然後右後輪的話 呂軒也會做烤漆 因為那個蠻明顯 刮傷 那這個車主呢 它都是在原廠做保養 再來看這台之前 我一直在做這台車的功課 畢竟是第一次嗎 對 我一直在分 外匯跟總代理 怎麼分 那你有心得了嗎 第一個的話就是那個 日行燈 如果它今天沒有換過大燈 它是有三條的日行燈 那個基本上都是玫瑰的 外匯的 然後外匯的那個照後鏡 它是方的 方的 對總代理是大駝的 然後這個車主呢 它原廠的燈有在 然後目前車上的燈是 玫瑰的燈 然後它還有一組是 類似奧迪的LED燈 我們都放在貨車廂 剛剛看到兩大箱呢 很大呢 對很大 不過塞得下嘛 塞得下 空間不錯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前面的剎車 怎麼了 如果是總代理的是 Brembo的卡鉗 那就是很明顯 你就會看到一顆卡鉗 那如果是外匯的話 好像是一般的剎車 那這台車的話 它是Brembo的卡鉗 它就是總代理 那進口證也有 然後新車一手車到現在 買菜單車首選巨匠汽車 劇情秘密 價格絕對福利滿意 它的這個椅子的皮啊 摸起來還是感覺很新很新的 它後面感覺根本就沒有在做人 你知道嗎 對啊 你看我們現在這樣做 誰要坐後面 截肢的吧 這個卡掉 不要卡 這是幾口獎的 你腳那麼長 它根本沒有地方放它的腿啊 對啊 它只能盤腿做耶 沒有錯 所以我說的是事實啊 可以吧 我這樣有奧回來吧 跟網友去評理 然後野馬這個車要注意的重點就是 引擎會不會進水 有沒有進過水 怎麼意思 怎麼進水 就是它的設計上 它會就是如果在大補 大槌的時候 那個墊片就是會 就看網路上 它就是可能水道會容易沖出來 哪裡的水道 引擎裡面的水道 你說散熱的那個喔 對 所以呢 再估這個車 我們都會先瞄一下 水箱還有有沒有水 然後有沒有漏油 對 那這台車是沒有的 沒問題 很棒 它野馬有個缺點 就是我覺得它的懸電 太挑了嗎 特別硬 你會不會覺得比較硬一點 做不習慣 這還不是我做過最硬的 最硬的是什麼時候 不知道啊 中站吧 你有做過中站 有啊 動動動動動 你說那個巴士的那個嗎 就國軍的 我好像也有做過 你只要做過那個 你做什麼車 你都覺得好做 那個我不常做 可是現在這台車不會讓我不舒服 就是你說雖然跳 可是你不會不舒服 有些跳是你真的會不舒服 你會很難受 你真的不想坐這台車 但這台車不會有那種感覺 車主蠻顧車的 它四條輪那裡都換新了 然後它只換貝奈利的P0 那個胎是不是很貴啊 好山的嘛 很貴 性能胎 對 偏向抓地力比較好 你剛剛在山路不是有稍微轉一下嗎 我覺得很棒啊 它不會讓你覺得它是一台大車 因為它的車場其實也不短 因為它車頭比較長吧 對它車頭比較長 它每次街頭車都這樣 車頭長長 那我覺得很可以啊 想換車 考慮一下 143有人要接手嗎 一定有啦 可是你甘願開這個2.3嗎 開什麼車不是重的 欸 帥就好 好 帥 雙門 讚 再不下人 讚 不會有人搭你的車 喔沒有我車只有兩人出 後面那個椅子我直接把它拆掉 感覺開這個車都帥起來 muscle都出來 你要不要秀一下 我沒有muscle 哈哈 那它還有什麼配備 它還有什麼配備 電速啊 iKEY啊 通風椅啊 通風椅 冷熱通風椅 我跟你講冷熱通風椅 總代理有 外匯有的沒有 外匯要高階的才會有 然後大燈啊 就是自動感應的啊 而且它這邊這個設計就是 這樣開飛機 撥一下 撥一下 感覺都出來了 沒有錯 然後它的這個模式 還有什麼 一般啊 sport街啊 賽道啊 雪地啊 有雪地喔 有耶 你要看它後驅的 也是有雪地的好不好 我們野馬呢 最終的收購價格是 90萬 客人說要扣95 我就不賣了 那時候你有沒有 稍微閃尿一下 我想說 好吧 幸好這次沒有問題 客人也很誠實 跟我說前面有跳石這些的 所以覺得 OK啦還行 可以接受啦 讚讚 收殺 嗯 嗯 我們追蹤的收購價是 90萬 那未來開價呢 那我們今天這隻野馬的影片 先到這邊 那如果有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你想知道 你車子的價格 接你一下他們的官方LINE 我們有時間去馬上回覆 然後記得要追蹤一下我們的 IG 臉書粉絲團 要按讚 看限動 看限動 這台野馬應該 直接出現在限動上 現在應該已經有了吧 還沒 還沒 待會就PO 待會就PO 立馬PO 對 然後我們的抖音也要麻煩幫我們關注一下 沒錯 對最近抖音拍的還不賴 那我們要去估下一台車子 真的是要估下一台車子 沒有錯 你今天要估四台嗎 有可能的話還變五台 等一下委屈你自己做糕點回去 還好啦 不委屈啦 不委屈喔 不委屈不委屈不委屈 不委屈喔 不是不委屈喔 我以為你要陪我 今天你陪六 好好好 OK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拜拜 拜拜